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频道 台湾现在报大陆的距离金门三公里的地方 就是厦门 有一个机场 说叫祥安机场在2005年要完工 说到中国金门只有三公里 台湾方面很紧张 他说第一个担忧就是 这个机场看上去好像是民用机场 民航机场 但未来随时可以有解放军进驻 台所谓的总统府 如果按照距离算的话 如果从厦门详安机场起飞 到台北的总统府只需要几分钟 台军可能连反应的时间都不会有的 还有就是他认为这个机场 是大陆未来全面封锁台湾做的一个准备了 26年的时候 大陆完全借这个机会 可以实现对台湾的空中力量的全面封锁 再加上海上封锁 那这时候海空全面封锁 到时候台湾只能 如果真的海空封锁 他只坚持一周 咱们讲过 他天然气 石油都需要外运 还有一个担忧就是他们认为就算只有民航 台岛的航线肯定也会和航线有冲突 那到时候 这个民航 金门的航线 你是归大陆的航空管制 还是归金门的航空管制 对吧 这个事台湾的多个部门已经被惊动了 台陆委会 交通 立法院 各方面 都已经开始关注 认为跟这事无关 但是呢 都没办法 因为什么 这是大陆的机场 最后呢 这个最后是台国防部 现在出面 台军呢 一把手顾立雄 听了这事说 他直言 这事是国防部 择无旁贷 他说 必须去找大陆沟通 谈清楚 如果出事 大陆要承担 这个后果 而且说了 大陆你都承担不起后果 听起来呢 好像他要替这个台湾人出头 要把这个账 算在大陆身上 但是偏偏这个时候 顾立雄就说另一种话 他说什么呢 前些天 顾立雄说什么 台湾的台军自卫反击 对吧 有三个条件 就是解放军过界 近12海里 还有就是解放军攻击台湾的航击舰设施 对吧 第三就是解放军攻击台岛的里岛和本岛 对吧 那这三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成立 台军就开火 6月11号 顾立雄又出面补充 说呢 我之前所说 自卫反击是首式作战 首 首位的首 并不是主动作战 然后呢 我没有第一击 这个反复 讲着没有第一击 最终告诉你 就是我现在是日总 实际上我不会打第一枪 但是我们这个 随自卫反击 要看情况 顾立雄最近太有变化 变来变去 台军高层 其实也可以看出他们心很虚 不让给自己找理由 没有第一击了 以前是把自己架在那 现在没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需要关注 就是他越是心虚 越有希望 越有可能就把希望 放在美军身上 对吧 咱们讲过 实际 他但凡讲出这种 自己自暴自义化 就是不是不守 而是把所有希望放在美军身上 所以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 他可能要跟美国交易 要出卖美国利益 自己台湾利益给美国 最后什么呢 最后就是 他们这个民意呢 去交换台湾利益给美国 然后呢 美国人 等于最后卖嘛 卖整个台湾变成一个空壳 当然这是中国大陆不愿意的 比如台湾很多高新技术 全部卖给美国 各种各样的东西 全部卖给日本 都可以 我们现在首先要 抓紧时间准备好对台斗争 做好一切准备 有可能你收回台湾就是一个空壳 一群凹尔代骨的老百姓 饿得不行了 就这状态 因为他要把台湾掏空了 最后剩一壳给中国大陆 至于下面这个机场问题 台军最近一定会加紧行动的 比如说顾力雄 就看他敢不敢直接对大陆官方 比如说联系中国大陆 对吧 看有没有这个胆量 对中国大陆挑衅了 顾力雄之前呢 已经被大陆加入到终身追责的名单里了 按理说呢 他不具备跟中国大陆沟通资格了 所以台当局首先要谈这事 赖清德可能不会找顾力雄要谈 直接可能要找其他人来代谈 但这也要告诉你台湾 你们现在是面临一个走进了死胡同 没有别的出路了 你只能硬到底 对吧 另外呢 美国要组建所谓的世界联军 要跟解放军对抗 主要是阻止中国大陆速战速军 这个所谓的世界联军 咱们说现在在东海南海搞了29国联军 唯一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方案 首先你得需要大量时间落实 美国有没有时间能落实这个联军呢 距离解放军台海联合力加2024A演习 大半个月时间过去 这场演习产生影响还在 首先一部分人推测解放军 可能B演习马上开始 而且在另一方面 以美军为核心的专业群体 已经开始在这场演习结束之后 已经开始重点放在解放军东部战区 日常的所有的演练上 所以这场演习中 解放军东部战区能启动 这个能力让美军充分意识到 大陆已经是有决心速战速决了 而且有能力了 这种态势对于西泰美军来说是不利的 他是帕帕罗就讲 他直接说美国只有一个 就是以快之快 你快对吧 你东部战区能启动 我呢 我用无人机 无人请快速启动 那一旦中美围绕他有问题 爆发冲突 五角大楼 就是设法要让美军在西泰的部队要拖路 要把主力部队转移的时间要争取了 拖到二拖一个月 那这个拖的一个月时间里边 美军尽可能就纠击他的盟友 看他套路 美军也不敢直接杀 他是纠击盟友 盟友国家做所谓的世界联军 筹备对蒟军反击 那如果西泰的美军能坚持一个月 那么或者是等到世界联军赶到 美国认为还有话 但你说世界联军的规模 能不能让美军 咱们说这个有反击能力呢 如果这个规模 纠集不起很大的规模 那么美国就会陷入到与中国长期的消货战中 大家想想是吧 那这个彻底被动了 他美国也怕消货战 所以帕普罗认为美军必须发展无人装备 核心的心志胜利 就是要速战速决 AI战争 所以华盛顿现在认为 要加强跟盟国之间的合作 必要是个让盟国提供援助 把这帮盟国武装到牙齿 到时候就直接让你的无人机上 你的军舰上 帕普罗这个发言中我们看 动物战区这个演习确实给了吴亚道冲击 就是证明了我们演习确实是让美军害怕了 有含金量的 一定程度上就是 就是解放军随时可以拿下台湾 就是告诉美军随时可以拿下台湾 就明天的事 所以这个时候五角大楼或者是美军印太司令 手段已经越来越少了 他现在只能是既希望于提前就将这些无人机 无人铁埋在日本 埋在菲律宾 埋在台湾 到时候就是自己来不及反应 那新日帕普罗希望把西太平洋 这个异岛链打造成现在是 迟滞解放军行动的这么一个异岛链 但是问题是不管怎么样 他这个职位还是有限的 他是这个太平洋司令啊 就是他能不能管着美国第七舰队啊 包括新制无人机装备 他是分海军分空军分陆军 这都是你管不着的 你可能忘记了 美军是各往各的啊 第七舰队管第七舰队的 海军管海军的陆军管路 所以他现在在这叫嚣要钱没用 各个军种都有自己单独系统 所以这个咱们说美国人未来能不能搞成 那是个大位之数啊 每个军种都不同 为什么选择无人装备 原因还在于什么呢 就是他现在造不起军舰 你想想那无人艇 他就是造价便宜嘛 他造不起顿舰 航母都更造不起了 就在跟中国的军备斗争中啊 他已经是输下来了 所以美国过去30年里边积累的军舰量 还不如最近10年啊 咱们说解放军应该是下脚的速度 他而且未来10到20年咱们讲过 30年开始就开始大规模推移 战略核潜艇 就是他可能这个未来10到20年还会大幅萎缩 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办 他想到无人艇 那这个时候无人艇来弥补啊 缩短这个和中国差距 但无人装备的价格成本低啊 确实可以让他消耗一部分解放军 出做人装备 但他所谓的世界联军啊 争取时间 可你看记者的名啊 是争取时间 就已经确定了他没有决战能力 他只能是打啊 这个所谓的阻击拖延啊 所以这些无人艇无人装备 台湾人千万不要以为 他们是决战装备 他是不是拖延装备啊 当然纵观历史啊 这个美军在对外军事准备上 这个都没有任何啊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这个 就是打一些 比如说像日军那样偷袭战成功啊 没有啊 他都给你十打十打这个硬仗啊 就是实际是就是阵地战 但可以看出啊 他没有变现能力嘛 就是正常那种偷袭战 他没有能力啊 所以为什么日本啊 美国人去找日本人啊 他利用这无人装备去争取时间 这个啊 我觉得是这个成立的逻辑 但是你要搞偷袭啊 想要像日本一样 毕竟你只能争取一定偷袭时间 但是真正最后还得知道什么 还得看你的国力啊 大国从来不搞这些东西啊 没用嘛 现今的美军啊 这个没有数千艘的无人艇 无人水面战战战战 包括无人机啊 这些部队 对吧 没有啊 数千艘的都没有啊 那你怎么搞风群呢 你好像百艘机都没有啊 几十艘啊 几十艘好像也没有啊 中国是百舟的这种无人机 无人艇的这种啊 风群演练已经开始了 所以可预见未来就是 你美军是打不过解放军的无人设备了 这个目标 他凭借美国现在的国防能力 工业能力是实现不了的 理论上讲呢 日本韩国两国啊 能啊 可能在爆发这个中美军事冲突中啊 有这个支援美军的能力啊 另外呢 其他亚洲盟友确实是可以不给美军脱水啊 你让只让他们打中国 他就根本没能力 你看菲律宾典型嘛 一个054就把他全国海军灭了 所以 这种没有能力的啊 这个所谓的联军 对吧 你看 就是美国人召集的所谓的世界联军 就是这帮没有能力的啊 更不要说什么北约 那得隔两万公里 所以这等于是变相的分散了美军的精力了 就你得 你得搞大量的时间去把这些物资分配到各个国家 那你想想你的精力呢 更不要说日本韩国啊 那时候有没有能力 或者是真的敢不敢让美军动用自己的基地啊 你看韩国是吧 还有朝鲜问题 而且日本和俄罗斯还有领土争夺 你敢不敢动啊 真正当今世界有这个生产无人机能力的 大国只有中国一家 各种的无人机甚至连美军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 在战场上美军跟解放军批无人机 批这个无人机 解放军同样的战术打美军 我觉得战术性能 包括战术这个 这个获胜可能性是更高的 我觉得没有人会怀疑吧 解放军连机器狗都已经列装了 下课